觀眾朋友好 歡迎收看《每日頭條》 我是薛然 今天是美東時間1月12號 星期四 來看今天有哪些最新的消息 《金融時報》近日披露 習近平正在從根本上重新規劃外交和經濟政策 來改善嚴重惡化的外交關係 提振緊張的國內經濟 而中共戰狼的代表人物趙立堅 被調離中共新聞司副司長 發言人的職位 改任該部的邊界與海洋事務司任副司長 外界分析 這與他的妻子湯天儒發言惹怒上層有關係 結果11日 湯天儒突然發了16字微博 隨後急忙刪除 報導引述中共官員和政府顧問的說法表示 習近平做出改變的原因是來自經濟 社會 外交的綜合壓力已經到了臨界點 在外交上 中共不希望在多邊論壇上孤立無援 要改善與西方國家的關係 尤其在俄乌戰爭問題上 尋求歐洲國家的支持 並努力維繫國際貿易 在經濟方面 正在想辦法支撐 數十個地方政府的財政危機 美中貿易全國委員會的發言人認為 即使中國取消了大多數防疫限制 經濟活動在短期內似乎仍會持續低迷 世界銀行10日發布的報告警告全球經濟正在衰退 也因為中國疫情的嚴峻以及外部需求減弱 而下調了2023年中國GDP增長預測 新加坡國立大學政治系副教授莊佳穎表示 中共在外交上不希望與美國 歐盟等西方國家起衝突 之前中共戰狼外交有時玩得太過火 導致與許多國家的關係劍拔弩張 不過習近平即使願意和其他國家友好相處 也只是換了戰術手段 並不會在與其他國家產生分歧時做出實際的讓步 中共政府的調整是如何重新分配資源 看哪些地方施壓 哪些地方收斂 而許久沒有露面的趙立堅 9日突然傳出 他已經被分配邊疆 引發關注 湯天儒在11日透過他的個人微博帳號 大蔥和臭丫頭發文 裡面只寫道 勞記使命 不忘初心 砥砺前行 榮辱不驚 神秘的發文再次引發了討論 後來湯天儒將原文刪除 中國網友紛紛議論道 這夫妻倆是眼雙黃呢 還是作死 還有的說 講清楚誰辱你了 有這種老婆偷著樂 湯天儒日前還曾在微博批評參與白紙革命的民眾 還被翻出了他在上海封城期間在德國遊玩的照片 他一度關閉了微博避風頭 在去年12月下旬 新冠肺炎疫情瘋狂延燒之際 湯天儒又在微博發文表示 買不到退燒藥感到無助 遭到了中國網友們的諷刺 最後湯天儒刪除了這篇貼文 有網友指出 應該是寵辱不驚 或者是榮辱與共 這一回湯天儒倒是榮辱與共了 上海靖安警方12日通報 11日早上4點 街報南京西路一個商務樓門口有人被打 據《新京報》的報導表示 打人者是前首富萬達集團董事長王健林的兒子王思聰 據通報 王思聰與孫南 衛南 餘南 誤以為在路邊等車的陳某對他們拍照 陳某則表示沒有拍攝 雙方發生爭吵 王思聰等人對陳某圍毆 造成陳某鼻子不畏受傷 經司法鑑定陳某是輕微傷 警方認定 王思聰等人實施暴力 王思聰與孫南被行政拘留7天 並罰款500元人民幣 衛南和餘南被行政拘留5天 罰款500元人民幣 目前 因為王思聰等人提請行政負義 警方對4人暫緩執行行政拘留 俄烏雙方在索萊達爾地區的交火成為雙方開戰以來最殘酷的戰爭 雙方士兵的陣亡人數已經無法統計 克里姆林公發言人在12日聲稱 俄軍在付出高昂代價之後 奪取了這一地區 而烏克蘭軍方反駁說 烏軍仍未撤退 儘管當地對守軍來說形勢不利 但烏克蘭戰士仍在頑強作戰 12日 烏克蘭第46空中機動旅表示 經過數天的艱苦對抗之後 軍方正在對索萊達爾進行反擊 並且佔領了火車站 礦山等據點 前線的士兵正在等候後續的支持 烏克蘭國防部副部長馬萊爾表示 俄羅斯正試圖利用瓦格納雇傭兵團包圍巴赫穆特 但烏克蘭戰士勇敢地堅守陣地 給敵人造成了無數損失 俄軍被迫踩在同胞的遺體上前進 美國智庫戰爭研究所評估指出 儘管俄軍在本週取得了近戰 但尚未完成佔領索萊達爾 而且即使俄方佔領當地 也不太可能藉此機會成功推進到巴赫穆特 在俄軍高密度的轟炸下 索萊達爾幾乎成為廢墟 當地倖存的居民僅剩下大約500人 而在此前當地有大約1萬人 有烏克蘭士兵對媒體透露表示 在前線遇難的士兵人數已經無法清點 可見戰況的慘烈 12日當天 美國與盟友國發布新一輪對俄國能源的制裁 對柴油等產品進行新一輪的限價 懲罰措施將在2月5日起生效 這樣做是為了進一步削弱俄國的經濟 美國國防部宣布 將訓練百名烏克蘭士兵使用愛國者防空系統的設施 幫助烏克蘭抵禦俄軍打擊 而加拿大總理特魯多表示 加拿大將採購美國製造的國家先進防空系統 並捐贈給烏克蘭 這套系統造價3.02億美元 將用於防範俄國對烏克蘭的打擊 烏克蘭總統 向澤連斯基感謝外界的支持 並表示 這些先進的防空系統 將成為烏克蘭城市與公民的強大護盾 本週 澤連斯基在好萊塢第80屆金球獎上發布視頻講話說 2023年烏克蘭的戰爭還沒有結束 但不會有第三次世界大戰 這不是三部曲 風向正在變化 而且誰會贏已經很清楚了 在前方還有戰鬥和淚水 但是我們將阻止俄國對我們土地的侵略 而在莫斯科方面 媒體再次傳出俄國總統普京在會議上震怒的場面 原因與外國的經濟制裁有關 根據美國新聞網站每日野獸的報導 在11日 普京因為落實困難的戰鬥機訂單 向副總理兼貿易和工業部長曼圖羅夫大發雷霆 並要求在一個月內完成支付 而曼圖羅夫辯解聲稱 這是因為俄國被西方的制裁限制 進出口活動相當困難 對此普京暴怒表示 曼圖羅夫是在裝傻 並斥責他 這是一種認不清形式的做法 中國三年的清零政策被指掏空了醫保 近期又在全國多個省市啟動醫保改革 廣州市也於去年的12月份調整醫保政策 在近日廣州有退休的老人通過不同的渠道表達訴求 抗議當局所謂的醫保改革 是在將醫療危機轉嫁到老百姓的頭上 使得原本就低收入的退休老人的生活更加困難 在11日 網上傳出了廣州退休老人聯合抗議的視頻 在視頻中顯示 廣州市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局 政務服務大廳前的廣場上聚集了大量市民 廣場已經被警察安置的鐵欄杆團團圍住 鐵欄杆上印有月秀字樣 周邊馬路上則可見大量的警察戒備 多輛寫有公安字樣的警車和大巴停靠在路邊 疑似隨時準備抓捕抗議人群 視頻話文音表示退休工人正在維權 有後續的視頻顯示 在廣場上 許多戴口罩的老人 圍著一名官員模樣的男子在激烈的理論 男子身後站著多名公安 同時聽到有男子大聲的呼叫 還錢給我們 還錢給我們 有民眾表示 事實上醫療保險的錢被各地以各種明目掏空 希望之聲的記者採訪到了廣州市民江先生 江先生認為 當局從來沒有過當面解決問題的時候 出動那麼多公安的目的 只有一種可能 他表示 另外 網上流傳出一封廣州市全體退休人員 致市長的公開信 公開信中提到 廣州退休人員每個月的退休金 只有1500元到3000元人民幣左右 每個月還要繳納醫療保險金500元以上 最後就所剩無幾了 信中還說 2022年12月 廣州市又對醫保做出了重大調整 原來的醫保返還金從480元突然降到160元 令原本低收入的退休人員的生活雪上加霜 退休人員對此強烈不滿 認為醫保是他們向政府購買的 購買時就構成合約關係 政府無權任意變動合約 將醫療壟斷製造的醫療危機轉嫁到老百姓身上 江先生表示 當局3年防疫封城 加核酸檢測 把國庫都掏空了 搞防疫封了這麼多年 還有核酸疫苗的錢 他表示 江先生還提到了一個現象 有一些老人早已經過世 但他們的子女發現 老人生前的手機上 卻出現了打過疫苗的證明 江先生還表示 這種偷錢的現象在各地都出現了 以上是希望之聲記者王倩的採訪報導 徐州封線鐵鍊女事件曝光已經有一年多了 在新年之際 前律師李莊造訪封線當地 試圖探訪當事人的家庭 相關記錄文章《封線刑》在網路上發布之後 很快遭到了刪除 李莊在文章中寫道 她關注鐵鍊女現在怎樣了 她的8個孩子現在如何 快過年了 律師同行很關心 不少人捐款捐物 委託我去看看 因此她與朋友一起開車前往董基村 結果在進村的鄉間小路上 發現了正在把守的村幹部 才知道原來鐵鍊女所生活的村莊 仍然有人在嚴密的設防 為了進村 村幹部要求他們每個人都要登記身份證 李莊詢問說 去年設卡的原因是因為疫情 那為什麼現在仍然隨意攔截? 在面對質疑時 村幹部聲稱 登記是來自上面的要求 在登記之後 村幹部仍然是不讓入內 並聲稱 要等到領導報備才能批准 雙方僵持到中午時分 一度有警察前來質問 李莊等人據理力爭 但仍然不能入村 最終只好無功而返 相關的文章在發布之後 很快地遭到中共網絡審查並被刪除 對此北京的律師張新年評論說 並沒有批評封線 只是對那位悲慘的母親和八個孩子表示一下同情 質疑一下董極村的保安 有什麼問題嗎? 沒想到這個村這麼厲害 線上和線下都有人嚴密支手 而網友回覆說 這樣看這村子是沒法寫封了 現在只要是涉及八海母親的話題 他們就是鴉雀無聲 溫和的帖子也會被刪除 原因就是政府希望鐵獵女的案子不再被報到 還有不少關注案件的人士也遭到打壓 感謝律師為封獻的正義發聲 這樣的結果太多了 也有網友感慨表示 2022年初 舉全國之力救一個母親未成 年中又舉全國之力營救唐山四個女孩未果 年末再舉全國之力尋找一個男孩沒有成功 政府的公信力消失於點點滴滴 您怎麼看網友的這份感慨呢?歡迎在評論區留言 這期的每日投條就到這裡了 歡迎就您感興趣的新聞話題在視頻的下方留言 和我們分享您的看法 如果您喜歡今天節目的話 請別忘記幫助我們點贊 訂閱還有轉發 也可以使用特別感謝功能來支持我們 感謝您的支持與收看 下次節目再見 儘管迅 張力文集 Porter